花跟世界是相互移存的 人也一樣 所以各位以後所謂我的生命 你不能說單獨了 我們也講到我們 以後有要改口 我們爛爛爛 什麼東西都是我們 山河大地 花草樹木 人鳥六道眾生都是我 因為我們是互相移存的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眾生念佛 佛念眾生 對佛來講眾生才是他的我 所以各位要有這種互相的觀念 所以你去破壞這個世界 就在破壞你自己一樣 所以佛教講善有善保惡有惡保 所以念佛不是為你自己念 所有眾生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通常變成阿彌陀佛 願所有眾生都往生西方極的世界 要將來念佛 那首先各位就要去思維這個相互依存 這個緣起的道理 不斷地去思維 然後就貼近眾生 和母子相遇 貼近眾生 所以來念佛第一 所有事物都是相互依存的 快樂與佛的經驗之所以會產生 是依於諸多原因跟條件 所以因緣果報 各位如果你了解佛教的道理 你只要造因就好了 你要得到那個果 你現在努力造因就好了 給人快樂你就會快樂 布施你就會有錢 造佛像給別人看 這麼莊嚴你也會成佛 在因地裡面 第二 生命中沒有任何一件事 是由單一或獨立的原因而產生的 所以你要去思考 當你要吃飯的時候 感恩啊 幫我們種菜的 種米的 買賣的 幫我們煮的 但我希望在這個過程裡面 不要製造任何痛苦 所以佛教裡面 有緣起的觀念的人 有大悲心 有大悲心的人 就不願意吃肉 不願意直接或見解 其他眾生因為我而受苦 第三 因此把你的喜悦或憤怒 歸咎於一個人或一件事情 認為那就是造成你歡喜或怨怒的唯一因素 這真是毫無道理 所以今天你得到了 就跟種種因緣有關係 特別你的過氣史 所以你不能怪別人 今天我唱歌沒人聽 難道 要怪各位不聽嗎 是因為我唱得不好聽 就這樣而已 而且就算你唱得很好聽 時機不對也不對啊 你要氣力氣機 還要適當的時候 要說什麼唱什麼 就像女孩子 女孩子穿衣服要看時間 我們出家人也是 什麼時間穿什麼衣服啊 八十九 幸福的根源 來 去發現哪些行為 真的能產生幸福 哪些會造成苦難 使用你的判斷 你選擇那些能帶來利益的 摒慶那些會造成傷害的 依此生活 那麼你將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所以各位你歸三寶 歸法 這個法就是歸正道 不去製造傷害到別人 或傷害著自己 我們要去做 幫助別人跟幫助自己的事情 所以每一天佛教教講到禪定 所以各位你做什麼事情 都要想一下 念阿彌陀佛 就是要做什麼事情 都不離開悲心 做什麼事情都相信因果 保持正念 所以真正在念佛的人 是深信因果 孝叔父母 尊敬師長 慈心不殺 修使善業 故意發菩利心 何其他叫念佛 叫敬業 你要得到這個敬業 往生敬土成佛 你必須要了解 什麼是該做 什麼不該做 第九十 囚犯來 儘管我們的雙眼 具有足夠的智能 我們可以看到美善及邪惡的外貌 但無可避免的 我們獲取的 與我們所追求的恰好相反 一旦交出自由 我們將成為自己苦惱的囚犯 各位 不要把你的自由交給別人 老公 你要愛我 趕快手銬拿去 把我扣緊一點 然後你把你的自由交給出去 兒子 你沒回來媽媽睡不著 每個人都把自己的自由交給了錢 事業 感情 那你就不快樂了 所以自己關自己 所以各位你要自由 南無阿彌陀佛 親近自由 大慈大悲 要展開一切 要擁抱一切 第九十四 真正的修行人 來念一下 一 真正的修行人 應對佛法身三寶 具有虔誠心 對業力的法則 身具信心 真心誠意的 追隨佛陀的教法 對眾生 具有慈悲心 信心跟悲心 相信歸三寶 然後呢 要實踐因果 然後對三寶的這種虔誠 目的呢 是要幫助眾生 永遠不捨棄對方 畢竟 所以 麻煩各位就自己看 好不好 這簡不簡單呢 簡單 第二來 請翻到 八十八頁 大乘的經典 很多 而且短而有力 我很喜歡 送集很多很多 然後再給它分段 事實上還是整不經 但是 告訴我們 如是因如是果 所以這個 對大家幫助很大 太子 刷戶鏡 就是阿瑟士王的兒子 後來阿瑟士也被他的兒子殺掉 唸下來 1 阿瑟士王太子 刷戶白佛言 菩薩何因緣得言貌端正 何因緣不入女人腹中 於蓮花中化身 何因緣能自知前世宿命之事 願佛大恩 當為我朝說之 這個重要了 學佛就要求智慧 要離苦得樂 不但為自己問你要幫助眾生 第二 佛告太子 一 能忍辱不怒者 厚生即為人舒好 外表漂亮 第二 不淫喻 不與女人交通 菩薩喜慈經界交人 若受獄中時 人生一歲 一月即七日者 後世生便自知宿命 無數世已來之事 如果你這一輩子決定不結婚 不結婚乃是男生女生 好喜歡念經告訴別人 那你來世投胎的時候 投殺以後 一歲或一個月或七天 那你就知道無量世的現象 宿命通 所以各位 趕快把這一段 剛好跟你兒子講 你沒結婚了 好讀經 下輩子有宿命通 所以甚至修忍辱 修忍辱 第三 念一下 太子白佛言 菩薩和因緣生有三十二相 和因緣有八十種好 和因緣人民有見佛生者 四肢無厭吉 四 放過來 佛告太子 一 本為菩薩時 好喜布施種種雜物 與諸佛菩薩及師父母人民 在所來所用 事故得三十二相 就是很喜歡供養諸佛菩薩 供養父母 身邊的人得三十二相 第二 菩薩當有慈心 愛念十方人民 及捐匪辱動之類 如是赤子 皆欲令度多 用事故得八十種好 除了布施又有慈悲性 包括蟑螂螞蟻都對他很好 我覺得新加坡不太容易 沒什麼蚊子 那你就沒機會布施了 但是各位呢 草裡面有很多螞蟻 小昆蟲 慈悲性 每天想著他們 為他們做什麼 海裡面有很多魚 特別在海港裡面都是小魚 小魚 他們孵化以後 就在海港裡面找食物吃 所以我們在台灣特別飼料店 做了很多大量 拿去海港到處丟 讓這些小魚 不用找食物 找得太辛苦 那修悲心 那得到微細相好看 就這個意思 第三 菩薩見冤家父母心事等無有益 用事故人民見佛事之無厭吉 所以你這個人如果要讓別人看到你都不討厭 那你對自己的人跟對你不喜歡的人 你都要平等心對待他們 那你將來的 有些人他笑起來很可愛 然後不笑的時候很奇怪 他平常對自己人很親切 對外面人有點酷酷的 那不行 佛沒有這個像 佛你從那邊看都莊嚴 看了都很喜歡 所以各位呢 這個各位都懂 但是我們講了實踐 要開始把自己寫下來 我有這個問題 所以別人要提醒我 我每天要這樣 每天要故意 所以各位每天坐電梯 進去要準備笑我 進來哈嘍哈嘍 我幫你按電梯 你要開始開始練習 因為你在學佛 人家看你戴著煉珠都酷酷的 這樣你要開始面對他們 喜歡布施有慈悲心 讓別人看到你歡喜 第五來 太子富白佛言 菩薩何所因言 知身經智慧及陀螺尼行 何因言知三昧定亦得安穩 何因言佛所說皆快善 其有聞者皆歡喜信受 很重要 懂得智慧 能入定 聽佛說法 看佛經很快樂 而且能夠依教奉行 這很重要 六 翻過來 佛高太子 以菩薩洗書信奉 奉誦學 用事故知身經智慧 得陀螺尼行 所以各位要讀經 抄經 聽經 要有這個習慣 現在還加一個可以多印經 送給別人 還要跟我 我就老實修行者 我一個月出兩本 一個禮拜出兩本到三本 一個月十幾本 我每天都在收集這個 寫這個 現在他們還幫我打字 印 編排 因為你要跟人家結緣 所以喜歡這樣做 那你以後看到經典 就能夠開悟 能夠抓到經典的精髓 陀螺尼就是種詞的意思 精髓 就像慈咒一樣 第二 菩薩常習專心正義 用事故得三昧安穩 他做事情很認真 專心正義 不會分心 各位要練習 要練習 今天叫你練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一個鐘頭不要離開 就覺得不容易 不容易 有時候眼神 他會散論掉 他沒抓到重點 各位要練習 抓到超經 讀經很重點 要做就很認真 你要念佛拉 就把手機關掉 他也不是叫你去極樂世界的 關掉 那念完以後再來打開 對不對 專心很重要 第三 菩薩所說皆自成不欺 用事故所與人民皆信項 聞者莫不歡喜者 所以絕對不要騙人 從內心裡面去告訴對方 什麼是對你好的 以後你講話 你叫停 做個菩薩要能夠說法 你講他吃素 他就喜歡吃素 對不對 第七 太子富白佛言 菩薩何因緣 學經文佛語 人民皆信 何因緣知經律已法 何因緣孝順 隨佛教不犯 把佛告太子 以菩薩事事不愚產 用事故學經文佛語 西階皆不忘 所以各位人要直心 不要彎彎曲曲啊 講虛為巴掘的話 這些意思了 直心為成佛之道 所以以後呢 你聽文佛法 看經典 不忘記 有正念 第二 菩薩入聖經 不恐不步 用事故得經律 便知已法 所以你絕對相信佛所講的 不恐不步 也代表事情不懷疑啊 你不會說不可能不可能 那以後呢 你看經你就懂得用 所以講 得經律知已法 有些人是很會讀經 但是他不算較方便 譬如說叫你讀經濟學 你也會讀到博士 叫你開公司不會 佛法是要用到日常生活來的 第三 菩薩事事 敬佛敬經 敬師敬父母 用事故得智慧 所以一個人很聪明 那是因為尊敬該尊敬的對象 三寶父母 老師 所以你要告訴你的兒子 每天都要感恩老師 敬禮老師 回向給老師 第九 太子父白佛言 菩薩何因緣 世事生佛編 何因緣文佛探經 小知宗慧 十佛告弟子 一 菩薩世事見人說經 不中壞亂 不何之 用事故得身佛便 所以我們看到別人講經說法 我們絕對要護持他 不要去中間 傷害道 也不批評 這樣以後你永遠 身在佛的地方 第二 菩薩速探神經 用事故知中慧 哎呀 能言經好啊 化言經好啊 雖然我們沒有讀完 要從內心裡面讚嘆 讀完更要讚嘆 那你就可以了解裡面的真理 第十一 太子父白佛言 何因緣不生惡畜 何因緣生天上 何因緣不貪愛欲 佛告太子 一 菩薩世事信佛信經 信彼秋生 用事故 不生八惡畜 所以 皈依三寶很重要 真心的 相信三寶 你就不會墮落 山土般人 八惡就是八惡地獄回到出身道 沒有佛法的地方 三寶的價值 第二 菩薩持戒不缺 用事故 生天上 所以各位要守持戒律 將來還可以生天 第三 菩薩知經法本空 用事故 不貪愛欲 所有的經典都要告訴你 處理心啊 空性啊 所有的功德也是因為有空性而圓滿了真實的功德 所以這樣你自己一個人沒欲望多好啊 所以有人問佛陀說 哎呀我們在家人結婚也很快樂啊 你們為什麼要出家啊 佛陀說 比喻啊 有養抓一抓很舒服 但不會養的人更舒服 啊 你 因為一個人這樣多自由自在啊 啊 我們現在新加坡什麼都不缺了 就缺和尚 啊 新加坡七百萬人什麼都有了 就是出家人 剛剛我們法師我們講兩百三十一個 趕快報名做兩百三十二個吧 叫你兒子一起參加三十三個了 各位那功德大不大 太大了 比你布施一千億美金功德還大了 所以我們今天這麼多法師來做在一起 功德大不大 等一下還要提醒我們尊貴的上司 幫我們念短短的 阿彌陀佛遺軌好不好 因為大家在念佛 然後祈請歐彌陀佛 你就坐在那邊觀想歐彌陀佛就好了 好吧 他們在念的時候你就觀想這個聲音 來到了地獄 來到了家裡 來到了醫院 他們都通通得到歐彌陀佛的價值 好不好 好 快念完了 第十三是吧 來一起念 太子父白佛言 菩薩何因言 身所行 口所言 心所念 皆境界 何因言 魔不能得其變 何因言 不敢誹謗佛 不敢誹謗精 不敢誹謗彼秋生 十四佛高太子 一 菩薩仕佛 喜學經 愛 必求生 用事故 得 靜潔 如果你供養三寶 你這個人外表乾淨 內心清淨 第二 菩薩奴夜行道 精淨 不屑 用事故 魔不能得其變 記住啊 你懈怠 一放鬆 魔就來了 病就來了 所以你要保持精淨 精淨也不見說 跑來跑去 內心裡面 不離開法就是精淨 內心裡面 不離開歐彌陀佛 精淨 每天就要思維心精的意思 也是靜靜 你可以把心精背下來很容易 那你現在日常生活是來體驗心精的 心精所講的道理 故空不亦色 然後我現在每天在看來看去 這個有沒有符合心精的意思 那就對了 你會越來體悟越高 不妨害你做事 你做事會更認真 但是你做事裡面的動機 是要拿來體悟佛法了 體鎮佛法了 性解行鎮 那你就不離開法的修行 現在我們講大悲心 那我做什麼事情 不離開大悲心 我做什麼事情 都意念了 願眾生完成西方幾個世界 那麼阿彌陀佛 你不離開這個 讓自己如此 第三 菩薩所語皆自成 用事故眾人不敢誹謗 佛不敢誹謗精道 不敢誹謗必求生 所以我們要么就不講話 要講話 要講真理 對對方有幫助的話 那以後呢 別人也不敢誹謗三寶 在你面前 而且你生生世世也不會造到 在毀謗三寶的因 第十五 太子 父白佛言 菩薩何因元 浩高生 如犯天生 何因元 有八種因 何因元 知眾人所念 皆惜能報 這個最後一段很重要 別人在想什麼你都知道 所以你跟他做生意很容易 你可以投其所好 這叫知眾人所念 我馬上就可以應你 每次在車上 就知道有人要上廁所 舉手 我要上廁所 男生要先講 女生就對你都給 大家都憋久了這樣 你要感受 我知道有人要上廁所 就知道別人心裡在想什麼 他要喝水 他大概要吃飯了 你就能夠相應他 就這個意思 所以一個人如何聲音好聽 那叫飯天 叫上帝的聲音 所以有要緊嗎 希望大家多讀誦 不懂的地方 多讀兩次 再不懂 就來問我們開箱和尚 不會 這個都很 懂不懂是你有沒有在做 這比較重要 懂這個很容易 文字去解釋翻經 翻解釋 問題是行為實踐 修行修行 思想改變 行為實踐 這個最重要 好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心原忍 大吉祥行 是來自為實踐 總之誇 有兩分析 公式重曉 可以 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